首先的韓國瑜也要讓大家來看到 開議日的韓國瑜早上的時候就已經被這些場面 所謂的開議激烈碰撞給嚇到 他自稱是老心臟跳得很厲害 到了下午的時候來看北市府曝光國慶的一些晚會 裡面有啦啦隊穿著國旗裝在跳舞的時候 他說他這老心臟又跳動得更厲害了 不過國慶也確實讓他提到重新燃起的 讓大家知道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可是昨天韓國瑜就特別要談到的是 請楊明哥幫我們解析 他喊出用愛質詢 那裡面有一個場景 當然就是因為我們稍後也會談到的NCC 昨天白銀等於是主場啦 就第一時間就舉著牌子 然後直接跑到翁伯宗的後面也有 直接跟綠葵吵架也有 就是要翁伯宗他這個綠眉小弟滾出去 但是韓國瑜的處理方式是因為他提到了 翁伯宗備詢的資格確實是有省著的空間 那不過呢是不是因為這個白銀已經有一些提案了 所以權衣問題佔不處理 那白銀就因此就退場出出外面也受訪 那綠營的據說因此而拍手較好 認為韓國瑜這個舉動是趕走白尾 這樣的解讀也太偏了吧 楊明哥 首先第一個就是 什麼叫用愛質詢 那要看你愛的是什麼 如果你你知道民意代表 就是要從民意出發 如果你從民意出發 那你的質詢就會叫做監督執政團隊 這個就叫用愛質詢 因為你的質詢內容不是為了恨 你不是因為今天比如說 我選舉裡面有什麼恩怨 或什麼什麼藍白合不合或怎麼樣 然後呢我就要去修理誰 那個叫做恨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是發自內心 比如說每一個民代 像我晚輝姐說 我對宜蘭的這個鄉親我們有承諾 所以呢我上去質詢 我是針對我對鄉親的承諾 我希望執政部門你要給我一個答案 大部分的其實大部分的立委 通常都是這樣的模式 那但是呢 卓榮泰把這句話拿去借用 就是意思說我跟韓國瑜內心是一樣的 不一樣 卓榮泰說 國會不是朝野的戰場 這句話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他講很大聲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國會是不是朝野的戰場 民進黨執政了 國會不能當朝野的戰場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每一天都是戰場 立法院被佔領過多少次 所以我說民進黨講這種話最沒有說服力 但是呢他又要拿韓國瑜的 這句話我聽得太愛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要愛我 他那個用愛質詢 愛的對象是哈 對 要愛護我 你們要愛護我 不可以對我這個 這個咄咄逼人 不可以兇我 不可以質詢 不可以監督 通通聽我們執政黨 愛執政團隊 就是愛國會 這是過去八年民進黨 一黨獨大 然後呢國會過敗 就是這個現象啊 過去八年平均每一年 預算三減的比例是多少 一趴 一趴 一趴左右 就是一趴多一點點 兩兆的規模就是三兩百億 可是我們上一次的所謂的 超小野大 什麼叫超小野大 就是執政黨 席次比較少 是這個 2005到200 應該說2006到2007年 那段期間 他的任期是2005年的1月 2月1號到2008年的1月31 那有審到預算的就是 嚴格講20062007這兩年為主 為什麼 因為2008的預算 只有扣0.1%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 要總統大選 所以呢 通常 過去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就是每次只要到總統大選 預算三減比例就突然降下來 因為 尤其是像2012年 兩個黨都覺得 接下來預算是他在用 所以那個執政跟在野都會突然變得很客氣 那2005 0607 那幾年 預算的三減比例到2%多 就是前一次朝小野大 在野黨多數的情況下 三減這個整個政府總預算的比例是到2%多 三減的額度到300多億 300多億 所以 這個才叫監督啊 那個才叫真的為人民把關 可是一樣啊 當初民進黨就是 再怎麼野蠻也不能砍什麼 再怎麼野蠻也不能砍什麼 這個就變成他們的這個叫口頭慘了嘛 所以我只能強調 就是這一次韓國瑜 在主持會議喔 比如說像 民眾黨他們這次當然變得比較強悍 民眾黨過去沒有做過這種所謂的 在行政院長報告的時候去舉牌 去抗爭的行動 這是民眾黨第一次用這個方法 那當然他有他的訴求 那當然也可能會有人把他跟這個 柯文哲收押的狀態去連結 就變成民眾黨要開始在這個會期開始 轉為變成一個比較強悍的在野黨 那 因為你要知道民眾黨 他除了抗爭以外 他們有提一個叫做權宜問題 權宜問題他們質疑的就是說 翁伯中憑什麼可以坐在那個背巡台上 因為他是直接由行政院 宣告他的任期延長 他並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所以認為就是說民眾黨立場是認為 這個人他的主委的身份有疑義 那韓國瑜接到這個權宜問題 依照立法院議事規則的規定 權宜問題由主席敬為宣告 就是說主席負責告訴大家 我做什麼決定 這個東西各黨沒有什麼好說 就是今天主席說了算的意思 所以當韓國瑜他先 一開始是說先休息一下 大家溝通一下 那後來他出來宣告 他的意思就是說 好這個雖然 這個他的這個 能不能被 能不能再坐在這邊被這個背巡 確實有一些疑義 但是呢 我們今天先不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主席就已經宣告了 所以民眾黨也沒什麼 如果民眾黨 他對主席的意見有疑義 那就要進表決嘛 請問巴西表決的贏嗎 有必要去浪費這個時間 沒有必要 所以黃國瑜他們也很清楚 訴求點到了 新聞都曝光了 媒體都拍到了 OK了 那對於在野黨來講 他們會認為說 韓國瑜把他們勸退了 可是實際上 這其實是一個套好的招 就是說 就是說這其實就是一個講好的 這是一個默契 民眾黨得到媒體曝光 韓國瑜讓議事繼續進行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現在我所謂的 我們國會朝小野大會 常常有這種抗爭行動的時候 身為一個國會議長 他還是要讓議會 議事能夠繼續處理的一個模式 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